辛意香以往都以葡萄聞名 但近年來越來越多人看上辛意香的地理環境 因此投入栽種蓮霧 不但品質優良 吃起來口感紮實也比較甜 刚才這裡的氣候問題 温差大 白天的天氣 温度夠 晚上的冷得下來 天然氣候問題 甜度可以很加強 氣候問題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 比較不會裂果 這裡雨水如果太多 也是會裂 辛意的品質 就是天氣氣候温差大 這裡的品質絕對比外面的好 口感比較脆 水會溫多 比別的地方都優勝一點 辛意香以往都栽種葡萄 但由於辛意香的地理環境 日夜溫差大 因此最近越來越多人投入栽種蓮霧 在農民用心栽種之下 蓮霧的品質也有所保障 在我們辛意香 在過去是我們的舖頭 最近這幾年 因為氣候和所在的 空氣和晚上比較早的氣溫的差別 所以很適合來製造蓮霧 所以很多南部的朋友 來跟我們辛意香 包括本地的農民也都投入這個蓮霧的材質 但是蓮霧是一個非常壞國的一個農作物 不過這些農民都不怕辛苦 他們都想到就是說 要製造出最好的一個蓮霧 讓我們的民眾可以來製造一個品牌 縣議員王秋淑也表示 辛意香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 造就高品質的蓮霧 吃起來口感也非常好 歡迎喜愛的民眾可以利用宅配的方式來選購 因為我們辛意香的蓮霧它因為氣候的關係 所以它是早晚的溫度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很適合來栽造我們的蓮霧 所以我們的鄉親如果喜歡我們辛意香的蓮霧 我們的農民也有用我們的宅配的方式來寄送這樣子 新意香的蓮霧這過幾天就會大出 不但品質優良口感也非常好 藝人們感謝農民的用心在種 也歡迎喜愛蓮霧的民眾可以踴躍支持 記者邱平易信義採訪報導